反渗透法 中华民国 108年12月31日 立法院第九届第八会期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为防范 境外敌对势力之渗透干预 确保国家安全 及社会安定 维护中华民国主权 及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用词定义如下 一 境外敌对势力 只与我国交战 或武力 对势之国家 政治 实体 或团体 主张采取非和平手段 危害我国主权之国家 政治实体 或团体 一同 二 渗透来源 一 境外敌对势力之政府 及所属组织 机构 或其派遣之人 二 境外敌对势力之政党 或其他诉求政治目的之组织 团体 或其派遣之人 三 前二目各组织 机构 团体 所设立 或实质 控制之各类组织 机构 团体 或其派遣之人 第三条 一 任何人不得受渗透来源之指示 委托或资助 捐赠政治现金 或捐赠经费 公从事公民投票案之相关活动 二 违反权项规定者 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薪排币 一千万元以下罚金 第四条 一 任何人不得受渗透来源之指示 委托或资助 为总统 副总统选举罢免法 第四十三条 或公职人员选举 罢免法 第四十五条各款行为 二 违反权项规定者 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薪排币 一千万元以下罚金 总统副总统选举 罢免法第四十三条 办理选举事务人员 无选举公告 发布后之禁止行为 各级选举委员会之委员 监察人员 职员 乡 镇 市 区 公所办理 选举事务人员 无选举公告发布后 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 公开演讲为候选人宣传 二 为候选人站台或亮相造势 三 召开记者会 或接受媒体采访时为候选人宣传 四 印发 张贴宣传品为候选人宣传 五 悬挂或树立标语 看板 旗帜 布条等广告物 为候选人宣传 六 利用大众传播媒体为候选人宣传 七 参与候选人游行 败票 募款活动 公职人员选举 罢免法第四十五条 办理选举事务人员之禁止行为 各级选举委员会之委员 监察人员 职员 乡 镇 市 区 公所办理 选举事务人员 无选举公告发布 或收到罢免案提议后 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 公开演讲 或署名推荐为候选人宣传 或支持 反对罢免案 二 为候选人或支持 反对罢免案站台 或亮相造势 三 召开记者会 或接受媒体采访时为候选人或支持 反对 罢免案宣传 四 易发 张贴宣传品为候选人或支持 反对罢免案宣传 五 悬挂或树立标语 看板 旗帜 不调等广告物 为候选人或支持 反对 罢免案宣传 六 利用大众传播 媒体为候选人或支持 反对罢免案宣传 七 参与竞选或支持 反对罢免案游行 败票 募款活动 第五条 一 任何人不得受渗透来源之指示 委托或资助 进行游说法第二条 锁定之游说行为 二 违反权项规定者 处新台币5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还 三 违反第一项规定 就国防 外交 及大陆事务 涉及国家安全 或国家机密进行游说者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500万元以下罚金 四 第二项锁定之罚还 由游说法第29条 规定之机关处罚之 游说法第二条 游说 游说者 及被游说者之定义 一 本法所称游说 只游说者意图影响被游说者 或其所属机关对乌法令 政策 或议案之形成 制定 通过 变更 或被指 而以口头或书面方式 直接向被游说者 或其指定之人表达意见之行为 二 本法所称游说者如下 一 进行游说之自然人 法人 经许可设立 或被案之人民团体 或基乌特定目的组成并设 有代表人之团体 二 受委托进行游说之自然人 或盈利法人 三 本法所称被游说者如下 一 总统 副总统 二 各级民意代表 三 直辖市政府 县市 政府及乡镇 市 公所证 副首长 四 政务人员退职府序条例第二条第一项锁定之人员 游说法 第29条 罚环执行机关 一本法所定之罚环 由被游说者所属机关减附具体试证 以送下列机关处罚之 一 具有总统 副总统 立法委员 或属乌衣政务人员退职 俯序条例第二条第一项锁定人员身份者 由监察院为之 二 遣款情形以外者 由主管机关为之 二 监察院及主管机关为裁处本法之罚环 亦得主动调查之 政务人员退职府序条例第二条第一项 适用人员及分类 本条例适用范围 指下列由给之人员 一 一宪法规定由总统任命之人员 二 一宪法规定由总统提名 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人员 三 一宪法规定由行政院院常提前总统任命之人员 四 前三款以外之特任 特派人员 五 其他依法律规定之中央或地方政府比照检任第十二职等以上职务之人员 第六条 任何人受渗透来源之指示 委托或资助 而放刑法第149条至第153条 或其会由刑法 第31条之罪者 加重其刑至两分之一 刑法 第149条 公然聚众不资令解散罪 公然聚众 意图为强暴胁迫 已受该管公务人解散命令三次以上 而不解散者 在常注视之人 处六月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或九千元以下罚金 守谋者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51条 公然聚众施强暴胁迫罪 公然聚众 施强暴 胁迫者 在常注视之人 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罚金 守谋 及下手实施强暴胁迫者 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51条 恐吓公众罪 已加害生命 身体 财产之事恐吓公众 置身危害乌公安者 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52条 妨害合法集会罪 已强暴胁迫或诈述 阻止或扰乱合法之集会者 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53条 删获他人犯罪 或违背法律罪 已文字 图画 演说 或他法 公然为下列行为之役者 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三万元以下罚金 一 删获他人犯罪者 二 删获他人违背法令 或抗拒合法之命令者 集会游刑法 第31条 罚则 违反第五条之规定者 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居易货 货病科 新台币三万元以下罚金 集会游刑法第五条 妨害合法集会游刑之禁止 对乌合法举行之集会 游刑 不得以强暴 胁迫 或其他非法方法予以妨害 第七条 受渗透来源之指示 委托或资助 而范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五章 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五章 或公民投票法第五章之罪者 加重其刑至两分之一 第八条 法人 团体 或其他机构违反第三条至第七条规定者 处罚其行为负责人 对该法人 团体 或其他机构 并科以各条所定之罚金 或处以罚还 第九条 渗透来源从事 第三条至第七条之行为 或指示 委托或资助他人从事违反 第三条至第七条之行为 一个该条规定处断之 任何人受渗透来源指示 委托或资助 而再转指示 委托或资助者 一同 第十条 犯本法之罪 自首或污侦查 或审判中自白者 得减轻或免除其刑 自首并因而防止国家安全或利益 受到重大危害刑事者 免除其刑 第十一条 各级政府机关 只有违反第三条至第九条之刑事者 应主动移送或寒送检察机关 或司法警察机关侦办 第十二条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为什么反慎透法没有明定主管机关于施行细则 高清和月施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